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哥 好久不见呢 是啊 我来一次加州多不容易啊 现在是在伟大的首都北京一年十个月 我觉得干不完的事 可是我有时候我一想我到底都干什么了 我上电视了 没有 演电影了还真演过 但是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 现场演出还很少 都有偶尔的见面会 但是我这时间都干什么了呢 我定睛一想 我都录了自媒体了 我都录了音频或者是视频 后来我一想我录的最多的是音频 您这口菜不录音频那可惜了 听说过喜马拉雅吗 那必须的 喜马拉雅 中国十三亿人 有六亿人在喜马拉雅上 我呢 录了一个叫做老炮崔哥看美国 100集 每集15分钟 我也没准备 人家就是随便给我提问 我就聊 樊登故事会听说 这个您得给我好好讲讲 我还真 樊登原来是崔永元的一个小助理 结果呢 开了一个APP 在APP上呢 就是说每天啊 你们每个人给我一块钱 一年365对吧 然后我呢 给你们一年就读50本书 我到北京一见着他 哎哟 我觉得 一个柔弱书生 说话呢 也不是那种夸张 一看就是个 学生气 书将气 像个图书馆馆 但是他居然身价百亿 所以在互联网的时代 造金狂潮 打造这种百亿的江山 那是什么 是音频 你说多可怕 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 那您说说这个 我们这个自媒体音频 现在到底发展的一个趋势 到底是怎么样 说明什么 说明第一呢 呃 广大人民群众时间太宝贵 对 由原来的看电视 变成了看手机 由原来的手机变成短视频 由短视频变成音频 因为音频不需要环境 但是你插一个耳机的 你可以照样干事 全听了 没错 第二呢 人们没有时间读书 没有时间去收获 大量的完整的信息 只能什么 知识碎片化 图书 这个精选化 然后呢 要依靠各自的专家度 你来填补我的需求 所以现在呢 是一个 一个碎片爆发 这么一个激情的时代 我出国都31年了 88年 我整个把国内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崛起的机会 我全错过了 你说我做视频 那会儿说优酷 那会儿说土豆 爱奇艺 但是能不能短点 你这刚一想 抖音出来了 结果抖音说 因为抖音有点太短了15秒 能不能一分钟 快快手出来了 快手出来以后呢 西瓜出来了 就是每天都有人在 不睡觉的在想 目的就是一个 怎么能让人家 这个最快的速度去消费 人们的需求 现在来说 如果回国去 唯一的一个逃进的机会 就是自媒体 其他都过了 在国内你再去搞开发 没有打钱 没有打资本网了 有事 你没有打钱上衣 你玩不起 所以我说我回国去 我得赶上一个尾巴 那我就赶上这自媒体了 我现在就特骄傲的说 我是一网红 知道吗 网红你知什么概念吗 网红就是我没钱 我也没权利 但我有粉丝 我有流量 对不对 我一本来集上议人听我 我卖什么不是钱 卖什么都是钱 所以我说海外华人 我们都在美国混 觉得好像祖国离我们特别遥远 其实一点都不远 过去是远 今天不 因为拿手机啪一打开 所有的APP 你都能玩 都能看 对不对 然后那会说 我要想记住娱乐圈 我得有人 我家里得有人 有关系 有钱 还得遣规则 今天不 今天你没成名就赖你 但是您知道 现在的小鲜肉 带起的流量 可是人不少 这个文化你怎么看呢 小鲜肉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完了 那个是哈韩和日 日本和韩国给中国带来的冲击 但这都是暂时的这种尘埃 一旦尘埃一落定 中国人民还是喜欢这个沉淀文化 气场 格局 所以现在小鲜肉 已经被老腊肉所代替了 我就是老腊肉知道吗 现在您看有的明星 他其实本身的名气不怎么样 但是他的场面撑得非常足 您听说最近曾益可的事 我还真听说了 曾益可是超级女生 还是我是歌手 他唱歌 那十年以前的事 十年以前稍微火了一下 按照圈那人说 就是十八线明星 是吧 但是你知道在中国 一旦你成过一次名 你甭管你这名再小 你就有一大堆粉丝 如果有一千万人粉丝 天天捧你 哎呀曾益可真好 我崇拜你呀宝贝什么 天天呢 你就觉得你是世界老大 哪怕你在整个娱乐圈 你是十八线 但是在你的小圈子里 你觉得你是公主 你是女皇 你是爷 于是乎你就下不来了 所以中国这文化 现在呢就是捧明星捧的 有点太过 他那感觉之好 就让自己越来越少 上到这份以后呢不下 哪怕他知名度没了 作品也没了 但是人还在这 他就觉得我是明星 你们这么对待我 都是应该的 凭什么让我关念啊 那普通人要念 我是明星我也要念吗 人家说你把帽子摘了 你把那个 凭什么呀 我是明星 我就应该戴帽子 我要挡着我脸 我怕别人看 哎我特看不起这个 是个明星就把脸 摘上谁 他妈乐意看你啊 撑他 是吧 就更 但是你都不看他 都不理他 他自己还说 怎么没人看我呀 等有人看他说 你看这么多人粉丝 狗仔队 我就不这样 我天天在北京 在马路上 我就等着人 哎怎么没人看 看我在这呢 狗仔队呢 怎么没人拍我呀 拍呀 多好啊 所以在中国呢 第一不能光怪明星太嘚瑟 因为这文化喂养了他们 他不嘚瑟他不行 第二呢就是 明星有点名 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了 就这个 呃 特别特别的难以改成 就是因为成名太早 像我都五十来岁 我才有点名 我就特别知足 时刻想着咱们自己 曾经是一个多么普通的人 而且有了点小名 只说明人家给你面子 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跟人家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这种人 到这个岁数呢 就很很少去 特别的过分的去嘚瑟 嘚瑟都是年轻人 都是出名没出够 人生阅历不够 都是这种人 最近凤姐可是又出事了 您知道吗 哎呀 凤姐挺不容易的 知道吧 他当初火 是因为在北大 他搞了一个争婚 所以我要是找 我只找北大的 我只找身高一米八的 我觉得他们才能配上我 像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样 嗯我看还行 但是我也只是 给他面试了一个机会 他为什么火 是因为他自信 他不怕自己的丑 他能够把那种 那新的霸气 极大夸张的说出来 那当时那个时代 中国就缺这个 在他最应该在国内 挣钱的时候 他出国了 不知道谁忽悠他 这一步走的太错了 他忘了他的网红的巨大的土壤 来自于这个国内 所以他在纽约呢 活的并不这个容易 又给修脚吧 又给按摩吧 当然这职业也都挺高尚的 可是他很不容易 那不容易怎么办 他就要拼命的在让别人记住我 有了这点名不能让人忘了 怎么才能让人记住我 就要下狠料 出重手 那么别人都在说 华为是中国的 现在的这个民族企业的象征 华为必须要挺住 他俩一个 华为早就该垮台 你说这不是捉吗 周立波这个事儿吧 在美国非法持枪这个事儿 虽然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还是 人们心里还是在想 这个后续是怎么样 然后周立波这个人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您有了解吗 周立波我觉得是个聪明人 要不聪明也不会混到今天 呃 枪毒这事儿都已经翻篇了 因为美国的法院不予起诉 所以他就不说了 他现在打的所有这些关系 都是民事 打的这些人呢 都曾经是他的朋友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 给出一些建议啊 就是首先谁是谁非 咱们不知道事实 也不好拦加评论 但是有一点就是周立波 是这里面唯一的明星 有着众多的粉丝和拥有者 有更多的话语权 如果我要是他 我就会第一呢 要包容 第二呢 要稀释宁人 第三呢就是 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人一马 就是让别人呢 占一句便宜 你不能说最后的一句话 老得自己说 有一句美国的谚语 说为什么不能和猪摔跤 因为一个人要是和猪摔跤 五分钟以后 那人和猪都封出来了 当然我这里面不是说谁 他们几方谁是猪摔跤 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打这种仗是一个 没有文化内涵的一种现实 崔哥 您作为一个自媒体上的大红人 您在国内都有哪些栏目呢 哎呀 我在国内有哪些栏目 我跟你说啊 我呢首先跟喜马拉雅 第一个100集是老炮崔哥砍美国 这已经做完了 那么又签了一个100集呢 叫老炮崔哥说品牌 我就把中国人所有感兴趣的品牌 从爱马仕啊 从这个鲁伊武汤 从Gucci 从这个 April Connell 从这个 勞斯莱斯啊 麦巴赫啊 法拉利啊 所有的这些品牌 我都讲一遍 然后呢 我又再跟另外一家平台呢 再开始探讨 再看一个新的专题 叫做中国眼力见大学 就是教这些 90后00后的人 怎么样有眼力见 你情商多高 你就能走多远 要会交朋友 要会留住朋友 如何让朋友喜欢自己 这个是多大的学问 你到谁 到哪去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本 我肯定能做好 然后另外呢 我跟今日头条 有一档节目 叫崔哥头条秀 就是所有中国的明星 文化人 跟我在一起 或者吃饭 或者是在车上 聊他们成名的这件事 贵人是谁 为什么突破不了自己 为什么自己老火不了 马上要做什么 就是聊这件事 此外我还有一档节目 叫崔哥饭局 就是跟人吃饭 吃饭的人三角角流 每次都是25人以上 但是吃饭里边呢 你要看 你能感觉到 这是最背盘狼藉当中的 最高雅的文化 里边有脱口秀 有达人秀 有模仿秀 有诗歌 有乐器 都是在吃饭的时候 特别好看 这节目的人气得棒 目前我就做这些 就挺棒的 听着非常精彩 迫不及待都想去看一看 我的建议就是海外华人 没事多回国 多回国 回国以后呢 要多走动 多接触当地的人 多呢 这个 在这个自媒体上 关注国内发生的事情 一个是看看近日头条 国内在美国也可以下载 近日头条 你要不看近日头条 你就不知道 中国现在的脉搏 看看近日头条 然后呢 就是回国 多跟接触 多上点自媒体 平时自己尝试一下 就能跟国内 就慢慢就有互动了 否则的话 你的距离就越来越大 今天我要抓这个好机会 让您指点指点我 看看我能不能有潜力 成为一个小网络 哎 你太具备了 但是你就是要 要要要 要知道除了你的生活以外 湾区 旧金山生活以外 还有一个庞大的世界 在太平洋的那个 有时候出国出时间长了以后 你觉得我每天很忙 我天天忙得不得了 我干这干那个 但是你那点忙 就在这么一块小水池里忙 而那个浩瀚的大海跟你没关系 那时间长了以后 真是很可怕的 你回国以后 你说怎么跟傻子似的呀 脱鬼了 都不知道 行 那今天谢谢我们崔哥做客 我们旧金山 乔报办公室 我都谢我自己 真的我今天掏了太多干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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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